您好,恭喜您成功购买了St. James & William的公寓。 我们的售后客户经理问你们准备了一段影片, 提醒您在准备交房期间,您所需要注意的几个重要古咒。 我们希望能协助您顺利地完成购房过程。 第一步,我们会将预计的交房期缩短到三个月内。 您应该已经支付了20%到30%的预付款, 现在请您开始准备最后交房的余款了。 在这个阶段,请联系您的贷款银行或贷款中介, 因为办理贷款的过程可能用时较长,请留出充裕的时间办理。 如果您的资金在海外账户上, 请注意是否有任何资金管制政策,可能导致您无法按时付款。 不论您是以现金支付全额的购房款或是部分的购房款, 都请与您的银行沟通,确保您可以按时转账完成交易。 请务必在这个阶段与您的售后客户经理保持密切联系。 第二步, 项目工程进度良好,目前在进行公寓的内部装修。 我们会将预计的交房期缩短到两个月内。 现在,您需要准备资金安排了。 如果您需申请贷款, 请准备与您的贷款银行签署一份原则性贷款协议,简称AIP。 确保您的AIP协议适用于这两个月的交房期。 请确保您的资金已到位,可以及时转到您英国律师的账户上。 第三步, 我们会将预计的交房期缩短到一个月内。 请通知您的银行或贷款银行这个交房期。 贷款银行将安排他们的房产估值员检验您的公寓进行估值。 请提供您的售后客户经理的联系方式给您的贷款银行, 以安排验房日期。 贷款流程的最后环节可能需要几周的时间来完成, 提前准备和规划可将延迟交房的风险降到最低。 如果您不能按时交房,您有可能会产生额外费用。 额外费用包括交房延期的利息以每天计算, 甚至可能会失去您已付的款项。 请务必做好准备,以防产生额外费用。 请注意,如果是您的贷款银行或银行所造成的延误, 您还是需负责并承担。 我们的售后客户经理会持续协助您完成交房。 第四步,这是个关键步骤。 您的公寓已完工,现在您可以把购房余款转给您的律师了。 我们的律师将与您的律师密切联络,确定交房日期。 您需要在这个日期前将余款支付给您的律师。 在这个阶段,您与律师的沟通非常重要。 他们会告诉您所需转账的准确金额。 如果您已准备好资金转账,那就再好不过了。 您的资金应该全部在英国,以便转账给您的律师。 如果您是用贷款支付,您的贷款银行应已准备好把资金转给您的律师。 任何书面文件,包括租约,都必须完整签署,并在交房日期前寄回给您的律师。 第五步,交房。 我们很高兴能亲自将新家的钥匙交付给您。 我们的售后服务团队将从今天起提供您为期两年的保固和服务。 谢谢您收看我们所准备的交房指南。 希望藉由这支影片,您更能了解资金安排的重要性。 我们的售后客户经理将随时为您服务,并协助您完成交房。 谢谢您选择St.James & William。